论文门的丑闻 迈入了第三个年头 2021年底和2022年初 伦敦政经学院和伦敦大学 相继否认持有蔡英文博士口试的相关报告 等同于否定了这两年多来 总统府的相关说法 也证实了蔡英文假博士的事实 总统府记者会上随口说出一个谎言 可能就要花调查团体一两年的时间去调查 去推翻 伦敦大学和政经学院的掩护 更是调查团体以身试法 面临司法机器整肃的危险 才幸运地追出犯罪集团互相矛盾的证词 有了今天难得的局面 论文门一路走来历经多少次的低谷 简单的是非 却面临国家机器的打压 这说明了权威机构的假讯息 对人类文明和民主社会的伤害有多大 同时也让我们揭穿了蔡英文包装在民主外衣下的威权独裁形式作风 无论你到现在相不相信蔡英文的学历丑闻是真是假 从人性的角度 你可以简单地发现 是哪一方在动手脚遮掩真相 又是谁要民众千万别抬头 别再讨论论文门的真假 正是因为总统府诸多匪夷所思的反应 才把众多质疑者推往对立面 毕竟如果你是清清白白的 那你何必到处说谎呢 随着伦敦最新的发展 又有一大批新的支持者 愿意相信论文门再一次检视蔡英文的世纪学术丑闻 事实没有专家 我们不用拿过博士才能知道谁在说谎 让我们带大家回顾那些年诈骗集团被拆穿的谎言 用最简单的方式去从头认识论文门的世纪丑闻 总统府在论文门的论述上几乎没有一句实话 每一个谎言的推翻都必须历经千辛万苦 2019年的9月23号 总统府召开了一场论文门记者会 展示了蔡英文珍贵的论文草稿 并且强调这就是当年完整的论文 先不论事后被发现超过400多个措字 以及总统府在这场记者会内容的破绽百出 先前我们已经打脸过很多次了 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比较少人引用的记者会的记者提问上面 看看两位发言人面对记者的反应 我先问一下毕业证书那一块 因为之前第一次提到毕业证书是说是LSE的存稿 存档这个东西 那刚刚有秀出来是到底LSE的存档 还是说是政大革命留下来的 有没有说明 还说政大这边其实有调出来过 一起放在一起是一样的 媒体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清楚 记者想要了解总统府记者会上说明 那张1984年毕业证书到底是从哪里取得的 会不会是教育部或者是从政大取出来的 但是总统府发言人如此简单的问题 都回应得模模糊糊 简单说总统我们这次因为跟LSE 然后跟他索取就是总统相关的学生资料 第一个里面毕业证书的部分 就是刚刚您看到的这个格式 同样的这个格式目前在政大 目前 对不起 目前在政大 目前在教育部 包括就我刚刚说的那个学生记录里面 就是这一份 这是自己最原始的格式 就是长这个样子 记者并没有问学生资料从哪里取得 记者问的是 毕业证书是从哪里取得 而黄重燕故意回避了问题 混淆了学生记录表和毕业证书 仅强调毕业证书内容格式 和政大和教育部的保存一致 事实上到了2022年的今天 我们清楚知道 伦敦政经学院并不保存蔡英文的毕业证书 就连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务经理 也表明必须到伦敦大学乘积办公室 才有办法比对 LSE甚至没有保存蔡英文博士的相关资料 总统府发言人在2019年9月4号 发言人的脸书上称 毕业证书是从LSE调来的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当记者再次提问类似的问题 黄崇彦表现明显的心虚 故左右而言他 但是问题的核心是 为什么总统府不干脆坦白 是从政大教育部调来的 而非得欺骗国人是从LSE调来的呢 直到今日 总统府也仍然没有解释 2019年9月4号 拿来提告学者 所谓蔡英文1984年的毕业证书 究竟是从哪里取得的 如果蔡英文学位清清白白 为什么总统府要刻意地说谎呢 背后的目的不言可遇 而当媒体提出论文补交的过程 是否是学校主动通知的 总统府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再想请教一下 就是在开图部分有提到说 就是那个论文那边 有一段时间是有遗失的这个情况 因为有说那个论文找不到责任不在学生 那事后是透过什么方式来发现说 这本论文不见了 或者说之后是怎么补交的这个过程 我刚刚一开始其实说过 在LSE或是在很多大学 要拿到博士学位 他就必须讲教论文 通过论文口试才能拿到学位 总统完成了这个程序 至于在35年之后 这本论文有没有在那个学校 是不是在这图书馆里面 确实就如同刚刚所说的 可能要问保管单位 就是第一 那么第二 也就是有鉴于 在过去这段期间 开始有一些这些不实讯息 那么我们其实赶快也找出 那个相关的档案 基于作为校友 这样的义务 我想避免学校再受到这些不实指控 那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提供 那这是这样的来源 我们应该是在六月多 六月多的时候 然后那么联系校方 然后说这样子我们还是把 那个手上的那个 那个交给你们 然后留给学校 既然你们都找不到 才会来 所以是学校那边 就是通知你们说 那一本就有语解 不是学校通知我们 其实是 就是因为当时都会看得到 网路上多年来人都查得到 包括答应图书馆的检索系统 或者是许多重要的学术论文的检索系统 都找得到总统的这个论文 包括他的篇名 那么以及他的书目编号 那么但是他们找不到实体的那个论文 然后过去那段期间 其实轮轮大学后来跟了LSE LSE是整个独立分架出来 所以他们的图书馆后来也做过了一些改变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有对外说 那其实这个应该是 现在目前找不到 既然找不到 但是又有人利用所谓的这个找不到 来散播 那个不许多的调言 那当然作为校友 那我们其实应该有义务来协助学校 这里我们再度看到犯罪的心态 照黄崇燕的说法 辅方是2019年6月外界质疑的时候 找出相关资料才发现 哎呀原来纸本论文遗失了 但是不管你是不是总统 或者是一般人 如果校方搞丢了你的纸本论文 责任当然是在学校方面 你不仅没有义务补交论文 更有责任要学校出面说清楚 讲明白 还当事人公道 结果总统府不止不请学校有关单位 帮蔡英文澄清 还让一名前台湾文化研究办公室的主任施方龙 假冒校方的名义 接受媒体采访 发言带风向 当然更加起人疑斗 而这个补交论文的动作 本身就充满了疑点 第一 学校也没有要你补交 第二 补交了也不符合学位颁授的程序 这个动作 就像在破坏犯罪现场 完全不符合常理 也没有意义 况且既然总统府都说了 是学校搞丢了论文 那么全世界都找不到蔡英文的论文纸本 就是事实又怎么会是不实指控呢 蔡英文怎么敢大动作提告 这种种反应都显示不可告人 所以告人的心虚 而蝗虫宴口中所谓大英图书馆的索引 更是2015年6月 在有人质疑的情况下 才被补发进去 这点已经在大英图书馆法尊的信件中证实 显然犯罪集团不是2019年6月份 才发现没有纸本论文这件事 总统府是不是应该先说明一下 为什么大英图书馆2015年会有补登录的事件呢 更何况我们都知道 犯罪集团在2011年就已经偷偷的补交过紙本论文了 怎么总统府装作一点都不知情 论文是什么时候遗失的呢 这些非常理的动作 正是所有宇宙政经学院的柯南 对论文们越来越笃信的主因 这本黑皮书不止补交的过程匪夷所思 借阅的规定也是匪夷所思 蔡英文本人却是这样回应记者的 为什么要怎么做完的话 回准你说不可以用三菜 因为不可以用钢铁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我也想去了解一下 当然不是我定的 因为他说是您要求的 不会是吧 蔡英文心虚的样子是表露无遗 一本学术论文怎么会有各式各样的借阅规定 除非它是一本个人的收藏品 事实上如果不是林环强 徐永泰 刘仲义三名学者亲自去伦敦政经学院的妇女图书馆借阅 外界根本不会知道作者蔡英文下了这么多的借阅规定 这也让三名学者日后都变成了坚定的论文门的支持者 总统府面对这样的质疑 在记者会上提出了更详细的说法 大家质疑说 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不能够开放 刚刚有提到说不开放越南 你刚刚提到说这不是总统的要求 而是图书馆那边自己的规定 那既然这样的话 因为它是说是总统本人那边来限制的 那既然如此 就是跟图书馆那边的说法不一样 那我们这边总统可不可能开放授权说 在伦敦政经学院那边也可以阅览呢 第一个校方并没有这样说 英国他有自己的相关的著作权的规定 也尊重这些规定 那么至于他也许尊重这些著作权的规定 认为说这些必须经过本人的相当授权 那不过也不需要大家到英国去看 我们已经准备授权给国家图书馆 未来希望很快 如果大家透过这个集体的协作 如果有综艺本 那也许你会更容易的了解 下一位 一间图书馆收纳了一本论文 却不给人看 有这样的著作权规定 这不叫图书馆 这叫私人藏书 黄崇业明显的在帮蔡英文援谎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 总统府对谎言是信手拈来毫无尊严 事实上早在2019年林桓强的独立调查报告 林桓强教授就拍下了白纸黑字借阅规定 图书馆只有主张不能影印 基于外界对这本论文的兴趣 除非有作者允许 否则不能影印 其他论文全部都可以自由影印 而黑皮书的特殊借阅规定 第一段就明白写着 就是因为版权来自作者蔡英文 这些限制当然是来自蔡英文 除非有蔡英文作者授权 更是直接写在书腰上 当记者建议总统主动公开授权 黄崇燕直接心虚地回避媒体的提问 说未来会在国家图书馆开放 再强调一次 如果学位清清白白 总统府为什么要捏造说谎呢 在犯罪集团心虚掩护蔡英文的 假学历的时候 他们曾经利用当年的教育部 经过严格的审查 来说服普洛大众 这在蓝绿分明的台湾社会 这一直都是很有用的招式 一位民进党的党主席 怎么会被国民党放水呢 学位是真的 也有证书证明 那论文一定是有的 而且口试通过也一定是有的 要不然我不会有博士证书 那我在后来在台湾申请教职的时候 我也提过我们所有的文件 来让我们的教育单位来审查 那这个审查的过程 我相信连国民党的副主席 好龙斌都承认说 这个审查过程是很严谨的一个审查过程 那么也通过了这个审查的过程 那我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都符合了我们当时的要求 也许得了证书 也许得了我们的教职 那三十五年前的事情 我们就应该要信任所有的主管机关 在那个当下都是很尽责的 不能够在这个时候 去污蔑这个邀来世纪的行政当局 或者是来挑战我们教育部的审查过程 三十五年前的教育部 绝对不是民进党的教育部 更不会是蔡英伟的教育部嘛 不是吗 这段当年的教育部 不是民进党开的经典发言 也是网军不断散布的主要论述之一 台湾的高教审查 确实有一套严格的标准 不少深律台派教授学者 也都被这样的言论给说服了 在当时这样的论点 是很难反驳 尤其在蓝绿分明的台湾政治环境 这根本就是一种常识性的判断 但是随着赫德芬教授的行政诉讼 以及彭文正的起诉案 解封了蔡英文的升等资料 我们才惊觉 蔡英文根本是党国特权分子 不仅生涯与民主党外毫无关联 所谓教育部严格审查 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当年所谓的教育部根本没有审查 蔡英文1984年就是一个 无证书无论文无审查的 三无副教授 真正开始摸取职位的来了 这封信非常非常的关键 这个就是他一再的到处求职 我相信是他凭着他父亲或者他的家族的一个人脉关系 或者是资产关系 跟上面我想那个以前也说冯富翔先生 邪命去政大去官说这个校长 国立政政大学得到了教育部的允许 那个时间是在1984年73年的8月10号 8月10号由李焕部长发函给教育部 给政大 有三个主旨 第一个主旨是说他为什么发这个 是受了行政院国科会的信 他依照他那个信办理 这是第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为什么是国科会 国科会跟教育部的关系应该他比教育部还要低一点点层级 因为他是部会 国科会是没有实权的 他是促进什么学术发展的科技科学计划 结果他是透过国科会的函 让教育部觉得我要依照他的函来办理 然后第二个重点是说 我要依照沿南海外学人回国服务办法 这个办法呢 其实是补助办法 不是是教育部可以聘就可以聘 他是在薪资啦 旅费啦 房租上面给予补助 他的先决条件必须要各大学先行聘任 所以当时他没有教授没有副教授的资格 所以笔造副教授 这份公文说他是笔造副教授给予补助 不是给予聘请啊 第四个是说这个这个人员呢 他的正式认证及及格你还是必须依照当时的大学 去独立学院这个教授升格这个规程来办理 然后他要求你教育部赶快把他的正式证件的银本送上来 教育部连他的证书的银本这个时候还没有看到 所以他在要求政大送上来的时候 然后既然决定他要政大聘拼蔡英文 所以政大有了这份公文之后呢 就可以展开聘任的工作了 这是1984年政大开教师评审委员会 第六四次审议会议 这是六四次审议会议 然后要通过聘任 各位可以看话签下来的 这个蔡英文的案子是由校长核定先发聘书 是法律系的这个这个科座副教授蔡英文先生 所以我们看到其他的人要提这个聘任也好 升等也好都一律要审查他的论文 然后要投票通过才能够再去送教育部 可是蔡英文他没有经过这道审查的程序 这个就犯了学术界最严重的打击 蔡英文一个记者读麦随口说说 教育部严格审查 却要赫德芬教授打了两年的行政诉讼 彭文正被起诉才有办法揪出这样谎言 再次说明了权威机构的假讯息 对文明社会的伤害有多么严重 当年教育部当然不是蔡英文开的 但是蔡英文当年靠着党国特权应聘 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总统府对于论文门最终审判记者会的三无指控 至今一点回应也没有 根本耍起了无赖 蔡英文在自传里面自称取得过1.5个博士 成为众人的笑柄 如果把它当作是吹嘘过往的夸夸而谈 或许还说得过去 但整本自传唯一一张自称是在伦敦政经学院拍摄的口试照片 却被网友抓包 这是在波士顿教堂拍摄的 如果连自传唯一谈到伦敦政经学院求学经历的照片都能造假 蔡英文有关的博士经历 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 但是匪夷所思的是犯罪集团的反应 他们竟然毫不避讳的直接将电子版本的自传内容 改为了图说我与大姐蔡英灵合照 等同于承认了前一个版本的说法是造假的 这些动作就跟蔡英文委任的连元龙律师 擅自变更口试日期 从1983年10月16号星期天 变为1983年10月17号星期一 是同样的如出一彻 以及1984年返回政大担任副教授 变成承认1983年就在东吴大学担任讲师 是一样的 我们已经无法形容如何面对这样无耻的对手 相不相信的论文们早就已经变成良知的选择 善良与邪恶的分野 最后另外一个经典的千万别抬头的手法 就是网军最喜欢散播 不听伦敦大学的难道要听彭文正的吗 经历了总统府各式各样的谎言 我们早就对权威机构的谎言免疫 犯罪集团最后的救命稻草 其实就是伦敦政经学院 2019年10月8号 在官网上这篇无人庶名 内容错误摆出的声明 我们也要不厌其烦的告诉朋友们 这里面自导自演的手法 首先 这篇声明形式上就问题摆出 除了声明没有负责的单位 文章放在in the press 这个媒体转载区 两年之间只有四篇新闻 完全在规避责任 声明的第一时间 还将IARS的全称中的off写成了for 而且凑巧的 这就是教育部赞助的 台湾研究办公室的师方龙 惯用的错别字 这篇声明的内容也错误摆出 就在声明发出的第一天 林环强教授就发信到 Sending House Library和IARS Library 洽询声明当中的关键第四段 所谓的Sending House Library 所谓有记录论文送入图书馆 是否属实 Sending House Library回复 这是发生在2011年 最后图书馆没有接受 并且把论文转到了IALS 而IALS也回复 论文并没有被收纳到图书馆 与声明当中想要强调的 论文早被送入图书馆的结果 刚好是南辕北撤 当伦敦政经学院在2021年11月26号 在我们的法律诉讼的压力之下 第一次器械投降 坦诚没有蔡英文相关博士口试报告 伦敦大学新任的资讯主管 Susie Mayweather 也推翻了前资讯主管Kit Good 对于ICO所作出的假证词 也就是他们曾经说过的 伦敦大学拥有蔡英文的口试报告 以及记录确认通过博士口试 这让犯罪集团及支持者 这根最后救命的稻草都摇摇欲坠 在伦敦大学和伦敦政经学院 都没有持有蔡英文的相关博士记录 那请问LSE是要如何发出 这项确认蔡英文博士资格的声明呢 林桓强教授在2022年 已经向ICO出手 对LSE这项声明提出了异议与下架声明 Michael Richardson也对Tribunal Court一审 因为Kit Good对ICO做出的伪证词败诉 提出了二审的上诉 伦敦大学声称 没有保留蔡英文口试相关资料 至今已经两个多星期 总统府依旧死皮赖脸 不愿回应 我们不需要等到伦敦方面一锤定音 也能在台湾要求蔡英文说明 记者朋友们 在论文门世纪丑闻爆发之前 你们的麦克风 还有机会挽救台湾最后的尊严 现在正是时候